今天来现场是主动来的对吧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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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呢可能是一个从生意还从感情上来说都是一个不自觉的人 能占便宜 建议女生做出快刀斩乱麻的行动来 把别的条件 外带条件都去除掉之后 看这个人本身 你就能给自己做出一个选择了 而你呢 最终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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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你对这个女人到底是利益上的追求 还是说情感上的追求 你自己来决定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首先想说一个观点啊 我并不反感婚姻中或者是情感中彼此有所图 比如说男生图女生的温柔贤惠或者是能独当一面 女生图男生的踏实靠谱或者是积极上进 我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彼此身上有我需求的东西 我也愿意付出我那部分好的东西给他而组合在一起 男生说因为这个女生懂得照顾我又会做生意 我愿意和他在一起 这不是问题 你的问题是 当你发现这个女生身上有很多你需要的东西 你想尽办法去追求他 得到他之后 之后你做了什么 一个爱对方的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在这个女生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时间 自己经历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 你这么大年纪了不知道吗 在你受伤他照顾你的时候 你不应该感恩吗 你只做了一件事 让他帮你赚钱 让他给你安稳的生活 你只索取 不付出 这不是爱 女生 你那也有自己的问题 你其实真的是一个不懂得控制 不懂得经营的女孩子 你在感情中不能够分辨是非 就是一味地做一个傻大姐 你说为什么一开始我是她的保险的变成了草啊 你其实是块宝 但在你们现在的关系当中 你确实这个宝上面长了草 明白吗 你咄咄逼人的状态 你不大会沟通交流的方式 真的容易让你这块宝上面蒙上草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再遇到其他的感情 或者再去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控制 去分辨 去体会 再去权衡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 就不会受伤 就不会看错 就不会难过 希望你们都做一块珍宝 让自己闪闪发光 也给将来的对方 带来温暖和美好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